新一集的尤達Bestback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尤達Bestback 今集的尤達Bestback 早已預告了給大家聽 就是今年和大家說麥爾本輩的賽馬 所以叫麥爾本輩特輯 這次我也不會講香港馬 即是星期三的菊草野菜 告訴大家我就不會有提供的了 因為現在開始打下去 雖然英國歐洲的賽季已經平淡了下來 現在英國跑的主要都是跑這些膠沙地 難言有什麼特別的 再加上今天較早時間 之前在我的Facebook專頁也出了一個報告 都告訴大家 接著接下來英國四大天皇天后 因為有一個道遠恩 天皇天后 下一站就準備去日本了 因為他們現在 即是長一步移學 即是長一步移學 應該就過了這個星期 然後他們就會去日本 現在黑亞在澳洲的 就是莫亞、杜遠恩和馬昆 他們殺死 他們這四個人 接著就轉戰日本 直至到有馬紀念跑完為止 阿馬昆、莫亞和杜遠恩會比較早 這個星期就跑完Melvin Cup之後 然後就起程去日本 因為好像莫亞一樣 星期天 他也會有馬跑 即是女王杯那天 會跑一隻Geraldina 當然這場馬我會留在 星期周末的尤達Bestback 再跟大家說 所以接下來這幾次 我都不會說香港馬 其實對我來說 可能是一件好事 坦白說 現在香港馬對我來說 已經越來越失去了 已經很迷失了 所以現在看回這些馬 我寧願給大家看好過 雖則上一次 剛剛浴馬借杯那天 我交底做了錦囊給大家 成績就真是一般 但他真是很不幸 我選了很多馬都跑第二 不斷跑位置 就是緊緊贏不到 好像浴馬借杯一里賽那一場 莫艾成那一場 望潮 最後都被海上八主湯了 又被我老友 被我的好兄弟 布宜學湯了 都很無奈 還有一隻 那一場 菲利斯阿美亞選了莫亞的熱心 莫亞都騎得一絕 但是 遇上了大桃李那一匹 Inspire 其實我也是走眼 因為Inspire 沒有想到他可以千八都跑到 即不是一里 他竟然增程都可以這樣 這樣琴了一隻 Warm Heart 真的都沒辦法 還要那一隻 Inspire 還要是 越贏越好分 除了那一場太陽戰車 熱到熱手之外 這場更好分 所以都沒辦法 這些馬我反而有些 讀起上來也有些心機 香港馬我真的越來越沒有心機 而且越來越都不知道是爆什麼 所以 都是向我的強項進化 所以這場麥爾本杯 我都讀了很久 都看了很多資料 所以今集就跟大家說 這場馬 當然 其他的場次 這星期二的廢明頓 其他場次 我會在師兄出馬 在D馬路路發的欄目 我會出一個大表給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可以幫到大家 因為我初步看過 很多場都是很混亂的局面 所以大家都是 投注要小心 這場麥爾本杯 因為有24匹馬 包括香港在內 包括香港在內 位置都派到第四位 派到第四名 所以這場麥爾本杯 我會給大家參考五隻馬 大家參考一下 給大家研究一下 所以大家都 因為位置有四個 所以可以再選多一隻馬 這場馬 其實都有幾個挺有趣的地方 因為都是這樣 好像有些傳統 墨爾本澳洲的大馬房 好像Kieran Meyer 馬漢瓦 尤達榮 David Eustace 當然還有華麗納 另外就是Chris Waller 另外就是活侯夫人 剛才我說過這些 還有Chris Lee 這些都是派多過一匹馬上陣 當然如果說搭友 就一定是現在在麥爾本 超級巨型艙的 Kieran Meyer 和David Eustace 馬漢瓦和 及尤達榮 不要看我現在好像穿了很多衣服 因為現在在英國已經是冷的了 即是都是踏入冬天 雖然我現在在室內 但其實都有點冷的 所以不要怪我穿得這麼臭 都要小心身體 對吧? 那再說回 另外就是如果在外隊代表 今年外國馬參加麥爾本杯的馬房 相對沒有去年 即是沒有之前那幾屆 那麼多 還有今年我覺得 所謂的外隊馬 都挺集中 例如說 Willie Marlins 香港亦是莫威里 這位練馬師 如果大家熟悉英國 或者是愛爾蘭賽馬 都知道這位練馬師 其實本身 他是練跳籃 如果說跳籃馬 那他也是一個 就是一個殿堂倉口 譬如說我在這裏看 那些跳籃馬 那他也是我其中一個 留意的馬房 那他有兩匹馬 那我待會再說這兩匹馬 那當然另外還有日本 Yoshioka 吉江 吉江神尼 Tatsuya 那派了一匹去年的阿根廷杯盟主 Break up 那他就來這裏跑 那再加上就是 就是 Joseph O'Brien 那就是今年惡白人 反而就沒有馬來 那還有很大程度上 就是以往這個麥爾本杯 也有一個大馬主 就是Lock Williams 大家都知道這件衣服 在麥爾本杯都是一件很大的衣服 而且也是因為這件衣服 也有些惡白人 也有些惡白人的馬 都是幫這個馬主練 還有那些馬又夾了 就是古摩亞那些重要人物 都有一堆 但是今年就真的沒有了 雖然Lock Williams 今年都有馬跑 但是那個馬的實力 就是遠遠不及過往 真的不及過往 所以他今次有兩匹馬 一匹放在回頭夫人那裡 一匹放在Chris Lee那裡 但是兩匹馬的機會 我覺得看上去真的比較相似 那反而我想說一下 就先說一下那匹日本馬 那這匹Break Up 去年就贏了這個阿根廷杯之後 其實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贏過馬 那跑得比較好一點的 都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在這個板神大上典 就輸了給一隻盡天公Justine Palace 那之後就再在這個天王上春 就輸了這個Justine Palace 就跑過第四 剛才我講的那場板神大上典 就跑第三 這兩場就叫做比較近一點 那來到澳洲之後 他都在這個考菲爾德杯跑過 那一次就 其實他沒有什麼真真正正發揮過 那都是跟蹤中間位置 沿途都沖 走勢都不是那麼暢順 祭遇又一般的 那去到末段還要 還要 很多馬迫起來 他又沒有得發揮 那最後就 輸五個幾馬位 就跑過第八回來 那接著連達文都不跑 也很奇怪 也值得說一下 其實連達文 其實在星期二是有馬跑的 那這裡 在墨爾本杯 他好像有這隻馬 其實他都可以跑回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幕後就要叫重山弘平過去跑 但是我不是說 我就有個質疑 一件事 就是說 你連達文都放手不要 那你換個重山弘平 那是不是真的會騎高一點呢 還有這次他又排過十八檔 那當然他出閘都可以跟到前面 但是 又是這樣說 在廢明頓跑三千二 其實那個檔位 又不是說真的太緊要 但是你太外也不太好 因為你都要很早 你都不可能這麼被動 因為如果你這麼被動 你跑了一千多米 你這麼被動 你找不到位 搜不到好位 然後你開始轉那個彎的時候 那你就 西了在外面 其實就很難跑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這批日本馬 其實機會真的很一般 我覺得 就算是很冷 也無謂著馬 這隻馬 我覺得真的都有點空險 剛才我都說過 這個Lord Williams 那兩隻 就是10號的 Cleeveland 還有就是 這個 還有18號的這批 Serpentine 這批蛇文石 其實都 即是 級數就真的 真的在這裏 真的 真的跟他以往 這個Lord Williams 名下的馬 實力真的差很遠 所以 我剛才都說過 所以我這兩匹馬 我都不是這麼看好的 其實還有一堆 如果再數下去 就是 Curian Meyer 剛才我講過 大型倉口 其實他都有 1 2 都有5匹馬 當然 當然 比較 受觸目的 當然 是掛頭牌的 那一匹 GOLD TRIP 去年的麥爾本杯盟主 這一匹馬 他本身 今年復出了之後 在下半年 當然大家都看到 他在東補錦標 怎樣爆上來 就棄走了一隻 浪漫勇士 但是浪漫勇士 其後在郭時盾 都可以反鮮 反鮮回這隻GOLD TRIP 當然 在上次我講 郭時盾的時候 我都講了給大家聽 這匹馬 當然目標都是在這場 Melbourne Cup 掛頭牌亦都很正路 而他去年贏這場馬的時候 他都是掛頭牌 所以 這隻馬 他不是說 輕薄 不是說 賺了榜來贏 其實在這裏 是有些級數的 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 薛凱華 他選了另一匹 不戰而勝 當然這兩匹馬 都是薛凱華自己騎開 一直都騎開 到最後 他現在選了 Melbourne Cup 選了薛凱華 現在這隻GOLD TRIP 臨時換了給麥道朗 當然 如果你看看 換麥道朗 其實配搭方面 沒有受損 但是 如果你看看 今年年初 今年年初 4月 他跑的那場 Sidney Cup 正正就是他跑 那場他跑得一無是處 也是這樣說 好像這些馬 我覺得他都是一個季節 季節 季節 季節馬 多些 我就要季節馬 即是 他有心 他贏Melbourne Cup 你知道很多跑完Melbourne Cup 即是 之後resume 在澳洲的秋季 即是再出的時候 其實那隻馬 很多都是 狀態都未開始 回到來 雖然那場大敗 但我又不會太介意 但是很簡單 他今年一路進 一路跑到來 其實都是很對版 起碼他就先撿了一場 即是東普錦標 然後他再跑 巧菲爾德杯 然後他都跑了第三 就輸了給末德勒輝 所以 所以 當時薛凱華都已經 不是騎著高出的了 接著是要去到 郭士頓 他再跑一隻高出 那場就輸了 但我覺得 那場 郭士頓輸 我又不覺得意外 因為 你要記住 這個都是他 考麥爾本杯中間的一個過程 你不可能看到 如果要說到那些 可以包辦到 或者考考 Corefield Cup 麥爾本杯馬步 或者Cosplay 麥爾本杯馬步 其實都在說很久之前 我都忘記了哪一隻 難度是很高 但是 用回以故杯王 金鳴師 那些說法 其實 都是要一路一路 跑回這些 跑回差不多的 mileage 然後才去到 去到 麥爾本杯那場 可以去到最高 最好狀態去跑 所以我覺得 這一場 他用麥道朗 當然也無損他的威力 再加上 檔又排得這麼好 另外 就是 現在麥爾本杯的綁頂 已經不像過往 可能要背得到 130多磅 這樣 去到58.5公斤 即129磅 其實都已經是 可以manage的水平了 當然 你如果跟歐洲馬比較 其實就算輕 但是 你那個綁頂 不是那麼高的話 馬也能保持到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一匹射程範圍的馬 那 再加上 這次的檔位 他又排得 我又覺得 其實排得又不錯 那 如果他能夠跑回 跑到 這個 這個 東補錦標 贏王晚勇士 那種姿態 那 這裡 就算 綁 揹得這麼重的綁 應該都在 所以這隻馬 我 就 都是我其中一匹 考慮 那 但是 那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比較喜歡哪一匹 那 記得 很多 個月之前 我在講 這個 伊波洋賽的時候 那 大家都知道 那 這場 伊波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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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度成為 墨爾本杯的晉級賽 也是唯一的一場 就是 澳洲以外的賽事 就是 納入了墨爾本杯的晉級賽 的入圍賽 就是贏了 就可以有正選資格 那 大家都記得 我來了 英國都兩年 那 這兩年 我都有跟大家講過 這一場 伊波洋賽 那這場 伊波洋賽 大家都知道 差不多是 跑2,800米 正確就是 2,771米 就是 十三花浪 半 應該是十三花浪半 這場馬 這場馬 就是 過去兩年 過去兩年 在兩年 都是大途 你贏的 當然 就是 去年 這場馬 初勒文 今年是英國 冠軍賽日 冠軍長途杯 這場馬 是如何 健康有事 健康有事 養傷 到剛剛的英國 冠軍長途杯 才能復出 就是 就是 寄信 大途 你的初勒文 今年 還有去年 看他贏的一場 這一場 的伊波洋賽 也都是 我都講過 去年我在看大途 你 的 騎馬 是最精彩的一場賽事 因為他要克服大外檔 然後 一路一路跑 一路回氣 就是 去到直路 都要忍一忍之後 再回氣 再上 終點前 反級贏 那就很精彩 當然 今年這一批 民主 absurd 這批absurd 如果你看他 今年的賽職 當然 沒有他另一批扣女 莫亞那一批 助騎 Volban 攻守誘導 就這麼亮麗 但是 那場 伊波洋賽 Frank 也是跑得很精彩的 那場伊波洋賽 一路 一路 在守著中間 慢慢慢慢 忍住忍住 忍住 又是 又是 好像初兩民 那樣的跑法 最後 一鼓作氣衝上來 就在終點前 就 琴了 高士登 那批 Sweet William 就 贏得是很出色的 那場伊波洋賽 這場伊波洋賽 雖然他不是什麼 級制賽事 也不是屬於Black Type 但是他就是全英國 全英國最高獎金的 楊磅賽事 的Handicap 那 我之前都說錯了 那 是明年才 這場總獎金 才達到100萬鎊 現在 過去這兩年 都是50萬英鎊 那是很高獎金 你要知道50萬鎊總獎金的概念 一定要參加一級賽 或者是 好像 湖畔鄉鎮 Cain Ross 那場City of York State 那場 在約克的短途二級賽 要去到那些級別才有幾十萬 五十萬英鎊 所以這場雖則不是什麼級制賽 也不是什麼表列賽 但是他的想法 但一向的水準是很高 你看看初勒文跑完 去年贏了 今年他都可以堂堂正正 切切實實地撿回一場Group 2 這個英國冠軍長途杯 水準是很高 那場 那場要記住 他還要是 除了贏了Kypios 也贏了今年水準表現 都很穩定的 True Sen 就是 真章 那大家知道 真章今年表現都真的很好 在之前 未跑這場長途杯之前 在法國都贏了加登大賽 四千米的一級賽 所以都是一筆很準的 那些賽事的水準是很高 那這次這筆馬 因為贏了一場E波 來到這裡跑 負磅是53公斤 即是117磅 就輕過另外那筆扣裡的Volban Volban即是攻守有道 因為他來澳洲之前 他分別在八月份 就在愛爾蘭贏了一場三級賽 但也值得說回 他們之前這兩匹馬 其實在王家瓦士谷 都有碰過頭的 那場叫做Copper Horstix 就是銅馬錦標 銅馬錦標 銅馬錦標 這場是王家瓦士谷第一日的最後一場賽事 這場當時是一場二班的羊榜賽 就是跑14發浪 即是2,800米 那場馬就是這隻Volban 贏馬 ABSURD跑第二 就是1Q回來 就是幫Willie Marlins 弄了一條馬房Q 所以其實這對馬 我覺得在這裡 不要看他 都是有威力的 當然如果你說表面 是在表面看級數 當然就是Volban 就算你說評分都高過ABSURD 再加上這隻Volban 這次又是用到莫亞 因為這場馬 他在王家瓦士谷的時候 都是莫亞的 那莫亞贏了戴桃李 和戴桃李一跳 當然戴桃李就停賽 就沒有辦法 但是原本這批ABSURD 我都很奇怪 為何他沒有選擇來跑 原本如果戴桃李 不是被罰評賽的話 他就算來跑 麥爾本輩都 其實也不是跑這隻 但是我覺得 在這裡 這一批馬 就是因為 好像各樣都差一點 但是這波讓賽 那場水準 我覺得那場賽事的水準 是遠遠高過 阿莫亞 抱歉 之前這批 摩班 這批攻守有道 在愛爾蘭贏的那場 GOOFREE 那場巴尼羅 巴尼羅恩錦標 遠遠高過他很多 所以 如果這兩批 WILLY MARLINS 我就會稱高 ABSURD 加上 雖然 不是沒有大圖 但是有 潘頓 這場馬 如果潘頓要去那裡跑 他要做磅 因為潘頓應該做不到1.17磅 他可能要節食 為了要做磅 要跑這場馬 還有我覺得八擋 也是一個很開放的 這隻馬 大家不妨看回他 在伊波洋賽那場賽事的發揮 所以我覺得 屠城絕對沒有問題 我也說過了 WILLY MARLINS 是一個善於練跳籃的練馬師 所有大部分的跳籃賽事 起碼都在2-3厘 2厘多 就是3千以上 所以這兩隻馬 絕對有強力 這對馬 5-7這對馬 一定3千以上 一定沒有問題 還有就是 麥爾本 我看回天氣的預測 臨場是會有少許雨 那天的早上也會有雨 但是去到跑麥爾本杯 這段時間 應該天氣就會放晴 甚至氣溫可能會超過30度 所以應該地都會是正常 正常、好地 不會說 起碼一件事就不會是大難對 如果兩隻 兩隻都可以 其實兩隻 好地都可以 快地都可以 好像ABSERC 跑那場伊波洋賽 都是在快地上贏的 所以我覺得這對馬 大家都一定要留意著 講講講講講了兩隻 都可以姑且說一下這隻 就是 巧菲爾德杯盟主 Without the Fight 這筆馬 如果大家看回他今年的賽職 的確 就 不頑皮 但是 除了那場 就是 上半年 應該這樣講 上半年 他在EGO Farm 跑了兩場 級制賽 但是 屠程都不是 這些大場途 就是跑了一個 Prime Minister 級 這場Prime Minister 級 以前 過去就是在 黃金海岸馬場 跑 屬於 黃金海岸馬場的 其中一場二級賽 現在不僅 不僅 就 撕了柴 現在變成 Group 3 之外 其實這場 Prime Minister 以前在黃金海岸 就是跑 李半的 2400 他轉了 轉了 去EGO Farm 跑之後 就縮到 1800 還要下降 做三級賽 雖然他贏 但是 那兩場 贏馬 之後 再跑 那場 Q22 Q22 Group 2 如果說賽事級數 我覺得跟麥爾本的形狀相差很遠 到了春季 跑了兩場 先看Underwood State目下錶 就是 輸了給一隻 Aggator Blood 應該是 強刃鬥士 應該是 然後 就是 之後 在考飛EW 就順利贏馬 那場馬 他揹一二二磅 都是 就是 中間較後 一股作氣衝上來 那就 能夠爆贏 GOLD TRIP 所以 都 難怪 兩者之間 如雨紅獎 他就選了 薛凱華 就選了這一匹 就不要GOLD TRIP 但是 我自己覺得 他可能 就是 尤其是 現在抽到16檔 我就覺得 他會選錯馬 當然 這匹馬 去年 他在 墨爾本輩 都是 跑中間回來 13 但是 薛凱華 就選了 GOLD TRIP 這匹馬 就給了 布爾學跑 有一點 我覺得 長力 就有些疑問 再加上 那一場 Corefield CUP 其實他 琴上來 都用了一些力 那一場 都拼了 會不會 這麼短時間 他再跑 墨爾本 MELBURN CUP 還要跑3200 增程 800米 還要排過16檔 其實很多 不利因素 就籠罩著他 所以這匹馬 我覺得 如果他要走進來 我覺得都是止於一位 他要贏 真的 都有點難度 雖然 薛凱華 近年 在墨爾本 的表現都不錯 但是 你說他 始終 他是不是 很一線的騎士 起碼 對我來說 我覺得 他頂多都是 一些二線騎士 來的 即是 你如果要跟 即將掛去 惡麗華 或者 薛恩 甚至乎 戴文高 Michael D 那些比較 我覺得他都在欠一平 為什麼我沒有說 Jamie Carr 假傑尾 因為假傑尾 當然他當然是厲害 假傑尾 但是 你說跑到這些 這麼大長途 始終我覺得 他可能在級數上 又差一點 所以 雖然 Jayme Carr 這次 跑這個 墨爾本杯 也有 Chris Waller 也給了一匹馬 他跑 但是 那一匹叫做 More Valence 這匹編劇才智 但是那一匹 更加 如果 要數 華麗納的馬 他絕對 不是 絕對不是主力 當然那一匹主力 我待會 都會說 所以這匹 這匹 我自己覺得 我就不會選到 我就不會選下去 雖然有五匹馬 給我選 但是我就不會選下去 不過 如果大家 這些馬 拿出來 他賠了上 也未必這麼直播 所以 我這次 我就覺得 薛凱華 我覺得他應該 攬回一匹高 去跑 那就可能會 機會會大很多 我 對他以私身份 衛免的機會 就大很多 我就不認為 這匹 活動立揮 可以有什麼大威脅 好了 說了一大堆 剛才也說了幾隻馬 我也可以說一說 另外還有一匹 值得可以一提 當然就是 之前我在短打提過的 就是 杜若欣那一匹助騎 這匹 Future History 這匹 這匹 也就是 Goldchip的馬房 即是Kieran Meyer 和David Eustace 即是 馬漢那 尤達榮 其中一匹 這匹馬 他就因為 贏了 Bark Cummings 即是 金鳴司錦標 而獲得這個 晉級資格 當然這匹馬 即是 那次 在葵紀力手上 就 說由頭放 由頭放到尾 放足2500回來 就 贏得很清脆 接著 在Money Valley 高級 這個滿利谷金杯 即是 轉了 轉了跑法 之下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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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被 那隻 那隻 Cleafland 即是 這匹同場 Lord Williams 剛才說過 那匹10號馬 最後才被 那匹 琴了 這次 就用到 道遠恩 我覺得這匹馬 有兩個賣點 第一個賣點 就是這匹馬 雖則就是 贏了一場 Bark Cummings 但是他又不是說很重 真的很輕 50kg 110磅 當然 你要知道 麥爾本輩是一場 洋榜賽 如果有些馬 讓得太過份 受讓得太過份 他分分鐘 產進來 絕不意外 所以這匹馬 我覺得 有一定的機會 贏了 他就未必有冠軍上 但是 榜太輕 輕飄飄 他爆一段 就一點都不奇怪 再加上 剛剛對上這兩場 他的跑法 也有些試馬味道 Bark Cummings 那場就由頭放到尾 接著 那場 Money Valley 高級 滿利谷金杯 他就是流手中間 慢慢 慢慢 衝上來 所以 事前事 反覆 又事前又事後 那 杜遠恩 當然 他是第一次跑 麥爾本杯 應該是他第一次踏足 這個費明頓馬場 但是 值得要注意 值得要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 杜遠恩現在是唯一在英國 在英國唯一 或者是第一個騎士 是贏遍所有 有平地賽事 馬場 有頭馬的騎士 他是唯一的一個 就算以前那些 柏國 魏德麗 戴圖里 那些 都做不到杜遠恩 杜遠恩是唯一 是第一個 所以 他 可以告訴你 他對馬場 對那些 陌生馬場的適應 閱讀馬場 其實他當然是有定心得 不然他怎樣能夠做到這件事 是二十多歲 另一件事 就是 他跑大長途 都有一隻 Tru Shen 給大家看過 雖然這隻 這隻 假假地 連續三年 贏了英國冠軍長途 今年他在龍場 跑這個加登大賽 也贏得很出色 所以 大家都不需要擔心 杜遠恩 跑這些大長途 會不會是 差一點 我覺得他跑大長途 是絕對有威力 所以這一匹馬 應該都會有些賠率的 不會是很熱的 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 因為這間位置有四個 香港來說 可能這場馬 如果在英國 我們這邊 可能跑第五第六 也有派賽 也不低 但是我們說香港 跑第四也有派賽 我覺得這隻馬 也是一隻 不錯的位置馬 也可以濫披當鞭 如果拿來做 買四連環膽 買四連環的 我就會大膽 拿這隻來做四連環膽 所以這隻 Future History 大家都可以留意 我覺得 應該會有些驚喜 至於 另外 Kieran Meyer 馬房的另一匹馬 剛才我都說過 Kieran Meyer 和David Eustace 有五匹馬 其實我都 五匹馬 我剛才說了兩句 我另外也要再說多一匹 這一匹都是同彩衣的 就是同彩衣的 就是這匹 S1 S1 安心跑 這匹馬 你不要看他 今年好像一般 其實去年 他跑Malburn Cup 他都是輸四個多馬 跑第十回來 就是四個多馬 雖然是第十 但只是輸四個多馬 這匹馬 今年他走的路 好像Future History 因為這匹馬 他在甘明師 甘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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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過頭 所以他跑第六回 也是輸四個多馬 之後 再在其中一場 墨爾本杯 一場參考性極高的賽事 Gelong Cup 這匹馬 就跑第二 這匹馬 這匹馬 就是Gelong Cup 的盟主 就沒有份跑 墨爾本杯 回到第二這匹馬 就有跑 這次有份跑 還要找到 贏墨爾本杯 經驗豐富的 Kieran McAvoy 墨爾海 所以 又輕薄 再加上這匹馬 又輕薄 51.5公斤 113磅 右排檔 十一檔 又是不差的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 也是慢慢慢慢打上來 又是 冠軍上就未必有 不過 如果走過位置進來 也不是太難 所以這匹11號 我又列入了射程範圍 也說了五匹馬 最後也提一提一匹 當然最後我選五匹馬 就會在這堆馬當中選五匹馬 不過我也要提一匹 剛才說過華麗艦 Kris Waller 之前就憑著 very elegant 雍容爾也 為他首度贏了 這個墨爾本杯 Kris Waller有多厲害 都不用我多說 在澳洲 在澳洲 不只是西德尼 其實他的足跡都遍佈澳洲全國 在澳洲也有衛星馬房 在昆士蘭也有衛星馬房 南澳也有衛星馬房 南澳也有衛星馬房 這次他派了幾匹馬 我覺得譚北上就好像很優秀 但也有邊線分子 就是莫雷拉那匹馬 蘇琴 蘇琴其實我都提過一下 之前說道遠恩拿到Future History的時候 其實我都提過蘇琴 蘇琴大家都知道 這隻馬在澳洲之前 就是由希國師訓練的William Hager 今年他雖則有馬贏 但還是比較早期一點 還有賽事的級數就差一點 他只是贏了一場表列賽 9月的時候 但如果你說他表現好的 當然就是那場東部錦標 東部錦標這一場馬 都帶著一些form line 因為浪漫勇士 那場跑第四 其後 郭士頓贏馬 當然就是 GOLD TRIP之後都維持著 那場贏了之後都 兩場 這場 CORFIELC和郭士頓贏 都在前面 所以這場 東部錦標 都要称高一點 這隻蘇琴 雖則他在 之後的考菲爾德杯 跑得一般 但是 如果你看回英國的賽職 這隻蘇琴 跑3200 就絕對 能應付到的 這次還要找到 莫雷拉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現在在日本 都在客串 都特地走一走 來澳洲 跑一次 還有近期 莫雷拉 在日本的首風 都算是頗順 剛剛 剛剛那個週末 好像說 禮拜天那天 就趁李武華 說村田 就不在 就發威了 說 還有匯奇歸泰 那些都不在 發威那天 就殺了六場馬 手風大順 再在之前那個 那個 星期五 那個 JBC 日本肉馬者杯 就贏了一場Classic 所以他手風好順 再加上 他在澳洲 都有一定的根基 他跑 我覺得這場馬 他又有個好檔 這樣 此消彼獎 雖然他上次 巧菲爾德搏 就跑得一般 但是換了他 就是今次換了他 那個檔位又排得這麼OK 應該都可以提升名次 所以這隻馬 這隻蘇琴 我覺得 又是一些邊線分子 但是 這個磅也不是太重 今次他 53.5公斤 即118磅 又是輕飄飄 所以這隻馬 我覺得又是射程範圍 另外 也說一說 說一說 鱷麗華 因為鱷麗華 也跑了這場 麥爾本杯 這個是最後的麥爾本杯 這個就真是掛虛了 不會彈公口 因為他跑完這個之後 之後的12月 就會去到他的出生地 就是柏絲 就跑了柏絲 那他就正式掛虛了 那鱷麗華 鱷麗華的座騎 就是那筆2號馬 的阿倫克爾 這筆馬 當然 如果你看他 今年的賽季 其實真的很一般 沒有贏過馬 本身這隻也是歐洲馬 法國馬 轉來歐洲之後 其實演出真的很一般 就算他剛剛派過那場 滿利谷金杯 其實全程都是放在後面 但是你看看他今年 剛才我都說過 跑了全 All Star Mile 又是包尾 然後再跑 Vanwick 4月8號 那場 女王伊利沙巴錦標 又包尾 即是差不多 跑了頭三馬 差不多到後面 接著就跑 Mike & Power 神威錦標 10月的時候 即是上個月 跑得近一點 但是都要輸六個幾馬位 又是輸給那隻強韌鬥士 兩場對著Alligator Blood 都放在他的手 放在他的馬下 跨下 接著 到Money Valley 高級 那場 又是變了 即是 各種形狀 都有點倒退 即是出閘又慢 又完全不醒神 所以雖然這場 是惡禮華的最後一次 麥爾本杯 但是 真的很難回憧 即是有什麼奇蹟出現 至於另一個 另一個 另一個 也要說一說 當然要說 韋紀令 韋紀令 又是跑回 Go Trip那件衣服 那隻叫做 燕遠場15號 這匹馬當然 他在法國 賣過來 這場就叫做 在澳洲的第一場 落地的第一場馬 之前當然 你如果看回法國的方 這匹馬都是 都是在一些比較低水平的 低級的賽事 當然 歐洲的長途馬 就算是在二、三級賽 落到澳洲 都可以跑高半班 但是這匹馬 老實實 這次的檔位又排得很差 即是21檔 我覺得 如果這件衣服來計 當然主力 應該都是在高級賽事 所以 但是又很奇怪 其實韋紀令 在這場馬 在這場 Melvin Cup 應該都有些 比較好的馬 可以選擇來跑 但是他走來騎了這一匹 再加上 他在法國的方 都是跑一些大難地 會比較好些 如果 禮拜二那天的肺明頓 雖然說可能會有雨 但又未必會是這麼誇張 不會像法國那些那麼難 那種難 好像大家記得的 英國冠軍錦標今年 英國冠軍賽日那天的亞視局 即是落狗屎 又或者是去年的海船門 那種的大難地 那就叫做跑高一點 但是這匹馬 我就會留意一下他的走勢 即是可能這匹馬 是買來澳洲 準備第二年 第二年的麥爾本杯 又或者 就可能這匹馬 就可能這匹馬 即是那個留意價值 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所以呢 講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那 就是 這一場麥爾本杯 都和大家 都簡單的 都講過一下 那就是這一場馬 我自己的雙角範圍 就收窄在六匹馬身上 那就是 7號 7號的 Absurd 1號的 Gold Trip 21號的 Future History 11號的 S Run 6號的 Socum 就是這幾匹馬 我自己會首選 首選就是 Willie Marlins的對馬 就是 7號的 Absurd 和 5號的 Valban 就是攻守有道 這兩匹 當然 都要拿回 Gold Trip 就是 尊重他 去年他以頂磅身份 跟去年贏馬 都不相差太遠 跟去年贏馬 都不相差太遠 再加上 檔又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用麥道朗 應該都會有些 不會影響到他的威力 至於 剛才我講過 21號的Future History 這隻馬 一定要選 因為 110磅 輕飄飄 道遠恩 跑大長途 由薩家 再加上 廢明頓 這個馬場 其實相對 沒有那麼難騎 如果用英國的馬場 來比較 可能好像 約克一樣 但是 也沒有那麼多 也沒有什麼 上波 下斜 其實對他 第一次去跑 廢明頓 應該是不難發揮的 希望 憑著他 揹著 110磅 輕飄飄 就可以 有一段走勢 可以剷入一個位置 最後第五選 剩下6和11 6和11這一隊 左稱右稱 我都選了 莫雷拉 我覺得兩者 6和11 其實分別不大 但是 信莫雷拉 起碼人近放旺 守風順 再加上他 他在澳洲 跑克里斯沃拉 的馬 都特別 特別 特別 樂足心機 即 無論如何都會跑 跑給你看 就不會開樓灘 所以 那隻11號的 S Run 唯有 我只可以 叫大家避選 我就不會在貼士格 給大家 但是如果有多駐馬 可以拖到 即是四連環 那些可以拖多駐 那就不妨可以拖 所以今次 尤達Bestback 墨爾本杯 的心水 就是7號 我的心水 就是7號的 Absurd 這一筆 Absurd 超程里 5號的 攻守誘導 Wildbank 接著就是1號的 Goldtrip 21號的Future History 未來歷史 和6號的 Solkin 深思谷 那就是7 5 1 21 6 再重複一次 就是7號 5號 1號 21 和6號 就是我 由達Bestback 墨爾本杯的心水 至於11號的 那支S Run 大家有多駐馬 就不妨拖 這裏我就不給了 在貼士格外就不說了 那今集的由達Bestback 的墨爾本杯突出 到這裏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 由達師兄 記得 近期都開始有些朋友 都看完片 都會課金給我 鼓勵我 請我喝杯咖啡 其實要你們課金 都不是說要你們怎樣 請我喝杯咖啡 或者喝杯茶 這樣都已經很好 當然大家可以用轉數快 或者超級感謝功能 Youtube的超級功能 超級感謝 超級留言 超級Sticker 都可以課金給我 大家有 影片中有廣告的 大家記得 看完它 不要skip 都不會阻礙太久 另外 剛才我都說過 我其他墨爾本賽事 長次的心碎 大家可以去 B馬路路法 Mathoslobat.com 的師兄出賣 也有看到 同時 G師兄 也會出一篇 環宇脈搏 也跟我一樣 都會給 墨爾本賽事 那天的賽事 提供 大家都可以記得 去看看 當然 除了之外 我們有關的賽馬資訊 好像剛剛的 六馬者杯 我們 馬場USB 的Facebook專頁 都跟大家說了很多 G師兄都跟大家說了很多 另外 當然 還有 在D馬路路法 裡面的賽馬新聞 都有跟大家跟進 所以大家希望 同一時間都可以支持 我們其他平台 多點去我們的網頁 看我們的功課 多多支持 記得我這個頻道 真的都需要大家 圓圓不絕地課金給我 讓我可以做多些影片之餘 亦都可以買好些設備 希望大家 我也會把 剛剛放煙花會演的影片的連結 我都會放在這條影片裡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便去看 因為現在11月份 在英國都是煙花季節 很多馬場都會安排放煙花 街頭街巷 也有些市民都會穩固地買些煙花會放 其實我遲些都會買些煙花放 調劑一下 調劑一下 減壓壓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完 這個 雅士谷馬場的煙花會演 20多分鐘而已 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 我們就要到 接下來的下一條影片 就會是馬時短打 其實都過兩天我就會出的了 希望大家就記得 訂了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選全部 所以這些影片一上載 就會通知你們 什麼時候會有看 還未訂閱我頻道 也希望大家真的訂閱 因為我都發覺 看了我的影片的朋友 其實都有30-40% 是新朋友 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順便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到一些影片 我都可能不排除 有些是不懂得聽中文的 也有些英文的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訂閱和按鈴鐺 按鈴鐺 選擇所有 所有的影片 都會訊息給你們 去看 都要說一些英文 因為現在都開始有些 看英文的朋友 不是聽中文的朋友 都會看我的頻道 好像剛剛那個 因為我都發覺 都有30-40% 現在都開始多些 都是不是香港的朋友看的 所以我都希望可以盡快 可以做第一個 英文的節目 可以給大家看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真的要多多支持 還有真的多多課金 多多課金 給我一些動力 讓我可以做好一點 還有 阿嘉豪兄 阿黃嘉豪 早兩天 就inbox我 就找我 就說他買了一件新玩具 他都叫我快點去賣 對於我 日後 例如做直播 都很有幫助 這樣說 真的 兩看 看看你們 可以幫到多少 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到這裏 今集的尤達Bestback 就到這裏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要留待 下一集的國際馬事短打 再跟大家見面 祝大家 麥爾本杯 奇開得勝 場場好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